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尽请关注 你知道吗 美国建国之初领土非常小 但是经过不到50年的时间 它一路向西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 半个北美洲都成了它的领土 在这之后 美国一跃成为了一个拥有周级规模的超大国家 奠定了美国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底气 那么美国扩张如此迅速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定想到了两点 钱和武力 钱就是花钱买 武力就不用多说了 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些 那就太低估美国了 著名的历史学家徐奇遇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他说美国能实现快速扩张的主要秘密 是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力量和优势 并把优势不断累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美国购买路易斯安纳州 当时的路易斯安纳州 有着2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结果美国却只花了12000万美元 就轻松买下来了 那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当时路易斯安纳尔由法国控制 拿破仑刚刚在美洲经历了一次挫败 损失惨重 这也让拿破仑意识到 自己和美洲隔着大西洋 这块殖民地想要守住太难了 而这时 美国便带着小算盘去跟法国谈判 不得不说 这时间把控的是多么的好 但当时 拿破仑开价25000万美元 美国杀价了一大半 原因就是 美国能把自己的优势运用到尾 当时 因法开战在即 美国以路易斯安纳为要挟 如果法国不便宜卖 美国就跟英国达成盟友 到时候 法国根本顾不上路易斯安纳 这就戳中了拿破仑的痛点 所以 美国才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 买下这块土地 后来 美国又利用人口优势 拿下了弗洛里达 这样一来 东部沿海地区 已经全部都给它控制 欧洲列强再想插手 美国西境计划就难了 于是 美国顺势一路向西 这时候 美国在地理上的优势 开始出现了累积效应 越往西 优势越明显 这就是典型的优势累积效应 仅仅用了50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如今的这幅版图 说到这里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50年内 就成功扩张 在于它不仅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 它选择了一个让自己的优势 不断累积的大方向 方向对了 一切看起来就是顺水推舟了 就跟开了挂一样 谢谢大家